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么撕恋我们的家 为什么我们这么想回家呢 因为家代表着爱 因为家里面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 而家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归属感的来源 但是很遗憾的是 往往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最难忘的痛苦的回忆 那个最深的苦痛 遗憾 失望 绝望 甚至是苦毒 都是从家里面来的 很遗憾的是 在我们的生命陷到低谷的时候 陷到难处 陷到艰难里面的时候 其实家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帮助 也是很有限的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更美的家 这个家就是天父的家 这个家是神的家 因为在这个家里有真正的爱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就是爱 祂是爱的源头 在神的爱里 祂可以为我们付出一切 在神的爱里 祂可以全然地接纳我们 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 在这个家里也有真正的安全感 因为那位创天造地的神 也是创造你我生命的神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祂能够抑制我们的疾病 解决我们的难处 祂能够把最美的祝福 临到我们生命当中 祂能带领我们 走出生命的低谷和风浪 赐下拯救 带给我们永生 而这个家也有最美的归属感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凡接待耶稣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邀请耶稣 接待耶稣 住到我们的里面 做我们的主 这个时候 我们就成了上帝的孩子 这是我们最美的归属感 唯一拦阻我们回家的障碍 就是你我的罪 我们人是有罪的 我们人的生命是不完全的 所以当我们来到 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的时候 那个罪把我们人和神 给分割了 给隔绝了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天上的这位神 我们的天父 就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们死后三天 从死里复活 就是做了我们的替罪羊 让我们一切信他的 我们的罪就被赦免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寻找我们 带我们回家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耶稣基督就在你的心门外面 扣你的心门 他要邀请你回家 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主 今天你就能回到这个最美的家 这个家里有最美的爱 这个家里有最美的安全感 这个家里有最美的归属感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现在可以跟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的爱 在你的爱里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赦免我 耶稣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 谢谢你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做了我的替罪羊 为我从死里复活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请主耶稣进到我心里来 做我的主 求主耶稣 你带我回家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愿神的恩典 在新的一年 常与你同在